我們的填飾樂園是怎樣玩的呢? 我現在就試一下拍一套影片介紹給大家聽 首先你要上網 上網就是我們奇音會的網站 不外乎在不同的上網工具 很多人現在可能是用這個跟Window來的工具 就是Window的IE 在10之前 之後就在Edge 我們現在就去它的工具 進去之後 我們在地址這個位置 這個地址的位置 就要打 Macrobian級網站的地址 就是打 MACROBIANCLUB.COM 已經去過了 所以它就寄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去Enter 它就會進來我們 MACROBIANCLUB的網站的第一版 這裡你見到它是填飾樂園 OK 填飾樂園 左鍵你的按摩 就會進來填飾樂園的版面 OK 這個版面 這裡是教大家 這裡就是 點擊畫中的藍色字 Click here 是開始的 那在哪裏呢 畫中就是下面 那你呢 就是把這個Sniper 拖它下來 拖那個畫面 你見到那幅圖的 藍色字 Click here 就可以開始 那這幅圖 這幅圖是比較多的 需要著色 著色的地方 另一幅圖是比較簡單 著色的 可能是少一點 但你可以做很多色的 就 depends on 你怎樣去畫這幅圖 OK 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幅圖來講 Click here 它開始 然後按摩子 按摩子 左邊的按鈕 一下 你就看到這幅圖來了 好了 你見到右手邊 這一堆是顏色 你可以選擇你的顏色 這個是它一些實色 定好了的色 紅色、黃色、黃色、藍色 也有的 但你說有些色 我想是這個紫色、這個紫色之間 那怎麼辦 那你走來下面 你拉它 拖那個畫面 拖回落下一點 你看到這裏有個顏色的 然後按那個加好的按鈕 一按 你便會看到 它便會跳出不同的顏色 那這裏呢 你可以自己去選 粉紅和這個之間 我按了一下 那你見到這個顏色變成這樣 我要 這個顏色是軟一點的 或者是bright一點的 你就自己去選 選完之後 我選了一個顏色 你試了這個顏色 試了 那現在呢 你試了一個粉紅色 好了 那我們就在那個水桶那裏 就是所謂水桶 就是倒顏色的 筆呢 就是自己油的 那就變成了 你可以享受一下畫的過程 這個有升的筆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在那個框之內 是不會油出界的 水喉呢 就是把你不要的地方 洗掉它 變回白色 這些是白色 變回白色 再油過 這個呢 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顏色填了 我要選一個顏色 免得到這裡找 或者免得到下面那裏找 好了 那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就 用這個吸管 走到顏色那裏 吸 就會拿回顏色的了 OK 這就是那個工具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是倒色 試一試 倒色 倒色 是不是粉紅色 就是這個粉紅色 跟這個粉紅色 可能會不同的 因為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譬如我現在選擇 這邊這個粉紅色 OK 選這個 我們就選這個粉紅色 我倒入這塊熱度 那我們看一下 是否不同色 是不是不同色 那所以呢 這裡可以選到多些不同顏色 如果你說 我就這樣在這裡選擇 就在這裡選擇 例如選這個綠色 那我又倒色 那我倒在這裡 OK 好 那譬如這個位置 我們不想倒色 我想試一下自己的油 那如果我們選擇筆的時候 選擇筆 我們油的時候呢 一油 是否解了界 好了 解了界不要 按這個undo 就會取消了 那如果我們這麼小的油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呢 就是這個block size 我們按一按它 就塞了這塊板 我們整細一點 整細一點 是不是出界的機會是低一點 OK 但是都出了界 我們又取消它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剛才說的那支筆 有另一支筆 這支筆呢 就會有顆星的那支筆 就會你走來這裡 按摩小左鍵 我現在怎麼游呢 就算我游到 現在你看到來到這裡 它不幫你游的 因為你是這個塊 所以它是游於這個塊 所以它是游於這個塊 那所以呢 是令到你不會游出界的 但是你可以 可以享受一下自己游顏色的感覺 那樣 那所以筆呢 都有兩種 OK 如果我現在不要它 那一個方法是按 undo 就不要它 那一按 undo 就不要它 是不是 如果你要回 按 redo 它幫你要回 另一個方法呢 就是說 按這個水喉 選擇了某次左鍵 選擇了水喉 走來這個 我不要這個 得到 它變成白色 那我們可以繼續游了 那所以呢 在過程當中呢 我們可以自己 Sorry 因為 只是水喉 所以我選擇了顏色 按下去 它是不會填到顏色的 那我現在懶惰一點 用水桶呢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填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對嗎 好了 我們填完不同的顏色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做 另一個東西呢 就是呢 填一些圈圈 現在填到這裡 但是這個圈圈這麼小 可能擺不準位的嘛 那所以呢 它有一個放大鏡的 放大鏡的 放大鏡一按 它又見到這條巴 它其實呢 是可以 拉近一點 那是不是準很多呢 失手機會小一點了 像我填一個紅色的花 紅色的圈圈 這樣就會失手機會小很多了 那這個放大鏡呢 是可以令到它們呢 整大一點 那這樣就更加難失手了 是吧 那但是呢 放大了之後 你看到畫面是小了 那我怎麼看到 譬如我想要這邊 這邊的東西 那怎麼看啊 那你就 拉這條Sniper 下來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一條呢 移的時候呢 移動過來 這邊的東西 是不是移過來這邊 那你就看到這邊的東西咯 那雖然放大了 但是你想看呢 你可以移動它 但是呢 找回這條Bar呢 就左右移回它 那又在上下移回它 那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填到 啊 不會這些那麼小的 就不會填到隔離線了 那這樣 OK 好了 那你放大了 回到正常的畫面 那你就看到了 那我填到一些小小的圈圈都可以了 好了 當你做完整整幅填完之後 那你想送給我 是怎樣可以送呢 將來呢 如果很多人參加的話呢 那我們呢 就會 會切那個抽獎 那暫時就不切收獎的 你送給我呢 我就這樣就會幫你貼糖的 那第二天呢 每個人送給我呢 如果你有抽獎的話呢 就每個人呢 你送一個畫給我呢 我就給你一個抽獎機會啦 OK 那暫時是沒有的 初辦期間是沒有的 OK 但是你給我的話呢 我們就會幫你貼糖這樣 希望你都更多人看到 更多人參加啦 OK 好了 但是你怎樣寄給我呢 那這裡呢 你就要學會怎樣下載了 在手機上我們可以下載到 但是我試過在手機上 我下載不到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在手機上玩 但是你記住 如果你說我填完色 我不想給你 是沒有問題的 你填完色不想給我 就自己來玩 因為呢 正如這裡說 根據這個臨場心理學家說呢 其實填色是可以 令到你大腦可以得到休息的 可以減輕壓力的 所以你可以填完之後又填 填完之後又填 你不給我都可以的 那你多點來玩就可以了 但是呢 怎樣可以填完這幅 有另一幅 沒有所謂的 你走回去看 看別的東西 看完後 回到來 填色樂園 按一下 click here 就可以有一幅新的 或者你應該呢 這個這裡上面有個按鈕呢 是Refresh的 我們試一下按Refresh的按鈕 我們試一下按Refresh的按鈕 Refresh之後呢 它翻出來這個畫面的 那你 click here 不就有幅新的咯 所以 問題是說呢 填了 你可以玩 只玩要來 放鬆一下 或者是要來 給自己 或者給你的孫子玩都可以的 其實 當你填好之後 怎樣給我呢 如果你想給我的話 或者將來我們又抽獎 你又有興趣來抽獎的話 那是怎樣的呢 那你就有一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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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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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下載 那在IE 它會問你下載在哪裡 那我會教你的方法 就是 如果你自己已經認識的 就不用理我了 但如果不是那麼熟 那些 我會教你 放你的作品 去你的desktop 好了 那你按了這個下載 在IE 它會跳到按鈕出來 那你便會看到 這裡問你 我們便要 save 在這裡的箭咀 記得這個箭咀 不要忘記它 這箭咀 這箭咀 按這個箭咀 它就會問你 Save as 按save as 按上面的save as 畫面會彈出來 畫面會彈出來 因為如果你熟悉 其實自己懂得做 如果你說我不是很熟 我就會建議你 你現在看到這上面 記住看這上面 這上面叫做download 我怕你不會找到 所以我會叫你傳到desktop 就是你開電路的版面 那這邊你記不記得是desktop 你按了desktop 這裡就不是download 這裡就是desktop 我按2個mouse 左鍵desktop 按一下 你見到是desktop 然後這個名字 你應該還未有的 如果你有的 你就改了個名字 例如Fox1,Fox2,Fox3 你玩了很多幅 你就要不同名字 如果同一個名字 它就會掩蓋你舊那幅 所以我們現在用Fox 不用改 我叫它傳 傳到哪裏 傳到你desktop 就是你開電路的版面 應該看就知道 傳 save 按這個位置 減好 減了下來的時候 你看到那幅Fox 就來了 OK 就傳到你 這個就叫desktop OK Double click 打開它 看看你那幅作品 這幅作品 做完了 你就寄給我 那怎樣寄給我 如果你平時傳電郵 給你朋友 是怎樣寄 你用那個方法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你問 何先生你的地址是什麼 那你其實呢 有個方法就是 看回我這裏 電郵作品 就是 add text file 如果你平時你認識 你就add text給我 地址在哪裏呢 如果你是中文填色 我會知道 是甚麼 那是比較好些 如果不是有時 有些電郵收了 不敢開 有很多病毒 那最好就是寫 你的 subject 這個就是 macrobiumcard gmail.com 就是我們那個 Email address 如果你的機器已經 設定好了 其實你是可以 按這裏 按這裏 你按這裏 如果這裏 已經是你平時 傳電郵的地方 你就會 傳到的 但如果你按這裏 就像我這樣 或者叫你add account 其實你是未傳的 你未設定好這裏 你都不知道怎麼設定的 那你不知道怎麼設定 就不要設定了 你就用回你平時 傳電郵給別人的方法 那你平時傳電郵 我這個機器呢 是設定了 他現在一直在進我的Gmail 這個就是 他進了Gmail 你見到 他出來了 from 因為我是macrobiumcard 我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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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的Colviancard 然後打個Colviancard 然後 這個Attach 的File 就OK 好嗎 OK 這個是一個方法 那但是呢 如果你這裏 沒有設定的 不要緊 不用設定 那你就要靠差 出去 那怎麼辦 那你不會上網 去你自己 平時 傳電郵的方法 进入你的email,进入Macrobian Cup的email 帐户 进入Macrobian Cup的email account 进入Macrobian Cup的email 帐户 进入Gmail的email 方法是怎样的呢? 平时可以用Gmail、Hokmail、Yahoo 最终用你平时的email 然后我们在Gmail 按Compose Compose 之后会跳出画面 这个不要了 Compose 这个不要了 Compose 之后 它就出了这个 这把Macrobian Cup Macrobian Cup 好了 打完了 我建议你给个subject我 比如说 picture picture 最好是Colorbook picture Colorbook Colorbook 如果有些人就这样写个picture 他们会把picture给我 我也不敢开 不知道是有没有病毒 不懂那个人的话 Colorbook picture 然后这里 下面的attachment 你按这个attach 画面的时候 它就会跳出来 跳个window出来给你 就问你 你的东西放在哪里 现在的Document 是找不到的 因为我说放在哪里 放在Desktop 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回Desktop OK 那我们就要选Desktop 一按Desktop 那你记得个名字 名字叫Fox 那我们就找回Fox的名字了 你问问问问问问 看见到Fox的名字 OK 错过了 那我们就要再找回前面 OK 太多不同的Fox 在这里 Fox 有时候找那些名字的时候 太多不同的Fox 然后呢 到处找到Miss了 OK 找回这个 按Double Kick 或者按一下 按Open 是一样意思 好了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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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它 然后按Open 那它就Fox 放进去 好 放完 因为它很小 放完之后你送给我 那送给我呢 你就会在这里 会见到的 那这个呢 就是Colorbook picture 就来了 那我收到的时候 我会打开你 然后看你 看完你博物 有时间就放在我们的网上 那里给别人看 那 过程就是这样 那所以记住 如果你是想玩的话 那 记住要下载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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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打开你 帮别人的方法 去E-mail attach My file E-mail 就是 macrobiumclub at gmail.com 但如果你只想玩的话 其实你一天去玩 一百多十次都没有人理你 最重要呢 就是我都希望你喜欢玩 希望这个呢 是真的 帮到我们 放松 那个压力 那 希望都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多些人来玩的话 那我们就会 我会 摆多些不同的图 上来 那将来 如果多人玩呢 我们就会 游戏认识的 就有抽奖 好吗 OK 那做不做到游戏呢 稍后会再公布 给大家知道 如果开始的时候 也会通知大家 游戏 好吗 OK 希望大家喜欢 Enjoy